Kamala,你打烂了,你出发了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美国总统川普到北卡造势 台上大大的标语写着 社会安全福利金不磕税 川普演讲主题是经济政策 但多次脱稿偏离主题 一直到开讲的第51分钟 美联社针对成年人所做的最新民调 川普在经济议题上有优势 领先贺锦丽7个百分点 川普竞选团队希望她能好好谈政策 别再针对拜登退选 造势人数多少发牢骚 川普说票投给她 人人有钱,日子好过 承诺上任第一天就会快速降低民众的生活费 只要12个月到18个月 能源账单将减少50%到70% 开出支票,化了大饼 但没有详细说明方法 川普不爱讲政策 因为他知道什么话题 能获得支持者的热烈反应 美国时间星期四下午 贺锦丽将和拜登一起出席 马里兰州一场降低 美国人民生活成本的活动 隔天贺锦丽要在 北卡罗莱纳州发表 她的首场政策演说 聚焦经济 Axels 报导贺锦丽希望 在拜登不受欢迎的政策上 划清界限 7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2.9% 是三年半以来最低 贺锦丽在通盟政策上 要如何拿捏切割 就像在走高空钢速 TVBS新闻李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